還豬格格下架了 小燕子人間蒸發了 神秘名單出爐了 鐵帽的王要瞎了 趙薇突然現身 小趙再次隱身 趙家帝國崩裂 韭菜一夢銷魂 暈 快人快語天下事 京腔京韻老北京 各位茶友、各位觀眾聽眾 大家好 歡迎光臨歡樂醒腦的老北京茶館 品大碗茶、聽大實話 我是劉卓 李正正在跨州搬家得幾天功夫 他讓我跟大家伙道個歉 辦完事立馬就回來 好了咱茶幌一挂 短的先行 今兒開板 咱看一個難得一見的夕陽景 話說有一個加拿大小夥子 在一次偶然場合碰見了小土豆 也就是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小夥子看有人跟特魯多合影 自己也把手機掏出來了 做自拍狀 特魯多一看立馬湊過來配合他 好 結果這燈亮了 小夥子一邊拍一邊送給特魯多一句話 這個共產黨的賤東西 特魯多聽完 倍尷尬 立馬灰溜溜 跑了 不知道大家看完這個視頻 是個什麼趕腳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特魯多是親共的左派政客 對共產黨從來不敢太強硬 特魯多不是2015年的時候就任的加拿大總理嗎 轉過臉第二年 中共戰狼部部長王毅 就在加拿大耍了戰狼脾氣了 大罵當時那加拿大女記者 充滿傲慢與偏見 其實什麼呀 當時女記者就問了一下說什麼 說香港銅鑼灣書店老闆還有人權律師被抓的事 有不少人批評小肚豆 在反共問題上態度太模糊 跟中共勾得連環 不為加拿大人做主 不過 咱看了剛才那視頻 至少有一個事實 就是咱得承認 畢竟這是民族自由社會的領導人 這基本的風度還是有的 有網友不就問嗎 很好奇這個男的沒被送進精神病院呀 只怪加拿大沒有尋釁滋事這條萬能法條啊 另外還有一網友說 且罵且珍惜吧您 牆內要敢這麼幹 全家後半輩子都得進局子蹲著去 有網友還發現了一個細節 小肚豆被這小伙子罵了以後呢 雖然灰頭土臉的抽身變走 但淋了淋了還輕輕 拍了小伙子胳膊一下 這外人誰都能看出來 是一種友好的表示 等於說什麼呀 黑小伙子你怎麼一點面不給我留啊 瞅見沒有 雖然是小土豆 但是也有大土豆的心胸 這種大氣在號稱大國的黨國那 連做中國夢都不敢想 自由社會的領導要討好民眾 黨國社會的領袖要民眾 變著花的討好他 這樣就是差距 甭說當個面罵領子和袖口了 就算您一天到晚沒事就表忠唱讚歌 哪天都不一定什麼時候被掀翻在地了 安全係數什麼時候給您突然就歸零了 這事全看成皇上一日的心情 話說這來新聞了 話說趙薇突然以全網消失 查無此人的方式火了 著火了 他在著大火之前最後一個微博 發的是向黨表忠的幾個字 銘記歷史 無備 當強 我一哥們當時就跟我說 古人有句話 叫熱鬧農宴之場 轉眼倍生其量 最近好多娛樂圈的大咖 對人生如夢這四個字 肯定 特別有體會 我當時回我哥們一句 人生如夢啊不可怕 怕的是什麼呀 這個夢是黨想讓全體中國人都坐著那中國夢 到現在呢 趙薇這樁公案 人們震驚的 不是趙薇到底什麼原因被拿下 結局如何 真正讓人目瞪口呆的是什麼呀 曾經那麼惑一女明星 商界女大佬 愣著像空氣一樣 人間蒸發 說沒就沒 跟科幻小說似的 在各種媒體平臺搜 基本都是 查無此人 要說這種事 聲音發生在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裡邊 咱理解起來也沒什麼難度 畢竟魔法部專門有一個部門 社友的記憶註銷員呀 專門負責刪出那些誤打誤撞 看見魔法世界麻瓜那些記憶 可眼下 咱生活這是麻瓜遍地溜達的現實世界呀 怎麼黨國真理部 幹進魔法部 魔法事故和災難司這 賣賣來了 行了 咱們賣過查無此人這道坎 先屢屢查有此人的最後時刻 發生了哪些事兒吧 趙薇8月26號的晚上 突然登上熱搜 他的所有作品裡邊 趙薇倆字 沒了 有網友可著急了 曬出了《還珠格格》一和二的主演截圖 發現人還在 名兒沒了 您瞧瞧嗎 就這麼有效率 現在網友全跟著曬各種截圖呢 比方說這個 百度上搜《還珠格格》沒有趙薇 還有這個騰訊視頻上面 《還珠格格》系列的介紹裡邊 林心如那名排第一 後面是范冰冰、蘇友鵬、張鐵琳、周杰 就是沒有趙薇倆字 騰訊視頻的首頁搜那個《還珠格格》 直接蹦出來的第三季 一和二全沒了 為什麼呀 因為第三季裡邊 他沒趙薇 您在愛奇藝上面搜趙薇那名的提示 由於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 部分結果未於顯示 還有 愛憂藤的APP 跟趙薇相關的詞條都已經消失殆盡 新浪微博上面有關趙薇的超話 也已經被關停病轉徹底歇了 一個人突然出現 會引起一定範圍的震動 突然消失呢 他也會 26號事發這天晚上 趙薇的同行一直關注 陳菲病人的大陸女演員袁立 就說 周圍人現在都不知道趙薇咱了 袁立當時就說 圈內已經沒人能聯繫上趙薇了 包括天后也是 天后可能只帶的 就是趙薇的閨蜜王菲 01年那會兒 趙薇穿日本軍旗裝拍照 遭到紅色勢力窮追猛打 而陷入了嫡潮 當時就是王菲陪趙薇渡過的難關 袁立就透露 有位圈內好友試圖聯繫趙薇 發現趙薇的微信帳號他給瘋了 還說 圈裡人都知道趙薇出事了 就是不知道什麼事 大家都猜 犯的應該不只是娛樂圈的那點事 就在趙薇被消失幾乎第一時間 認識趙薇的人似乎都預感大火臨頭 全跟著著著急忙慌 沈微博 據說趙薇北影同班同學 跟趙薇相識了20年的黃曉明 還要公開把趙薇當作偶像的90後女星楊子 都緊急刪除了與趙薇有關的所有微博貼文 楊密李冰冰等等演員立馬刪除了跟趙薇所拍的合影 說到這用這個事態炎糧 都不足以形容氣氛的緊張 簡直就跟大瘟疫時候躲麻風病人一樣 再深厚的感情也似乎經受不起 黨專政鐵拳的考驗呀 與此同時 事情朝著急速惡化的形勢發展下去 27號 風沙力度是不斷加大 已經有跟趙薇合作的品牌 刪光了所有相關動態 另外趙薇持股70%的北京 普林塞斯文化傳播員公司 也推出了很多家公司股東行列 同一天的上午 網上開始流傳趙薇出逃的消息 說趙薇已經連夜跑路 包專機前往法國 有人還看到趙薇現身 波爾多當地機場 所謂的爆料人說的是有鼻子有眼 這麼說的 飛機是法國時間 27號凌晨2點20分左右到的 這個時間沒有任何航班入場 所以只能是 跑路專用包機 還說 趙薇應該和他老公 從黃曉龍 在波爾多鄉的那個酒莊會合了 他老公跟那已經躲了很久了 就在傳言四起的時候 29號 趙薇被眼前的媒體 突然發現了行蹤了 說 趙薇下午的時候 在他的Instagram上面 發了三張照片 還留了眼 怎麼說 最好的季節 和爸爸媽媽在一起聊天 就好像自己從未長大過 真好 緊接著呢 他在留言區還回了一條留言 說啊 北京初秋最佳閱讀時間 大自然是魔術師 大家剛剛開始驚呼一關的時候 趙薇這篇Instagram的貼文就突然消失了 疑似被刪除了 誰也不知道 這個看起來是有意向粉絲和好友報平安 或者是向黨禀告 沒逃跑請黨放心這貼文 到底是趙薇自己刪的呢 還是魔法部的人 他幫著刪的 我都懷疑啊 沒準真就是黨一怒之下給刪的 讓你秒消失 就是為了殺一警百殺戚給猴看 讓他們見識見識我們黨專政鐵拳的厲害 你好 竟然看不出門眼高低啊 頂風發照片 刷存在感 跟黨媽報的哪門的平安啊 你是真不知道 還是裝不知道 大數據這厲害啊 這就是小燕的趙薇到目見為止 各種拼圖拼接出來的最新行蹤 不管怎麼說吧 怎麼曬 有一點是毋庸置疑了 趙薇的演藝前程和商業帝國 彻底崩塌了 看到在影視圈的商場 曾經駛逞橫的星星 一瞬間變成了塵土 變成空氣 沒法不想起《紅樓夢》那句話 呼啦啦似大廈請 昏坦坦似登將近 當然了 這樁趙薇神秘失蹤公案 自然也少不了接踵而來的各種分析 茶友們可能看過一些自媒體的分析 大體上有以下幾種 咱跟這先說一個娛樂搞笑零異版的解讀 趙薇他是也沾了防釋龍的光了 沒錯 成龍拽著趙薇的手合影 埋下了一個大伏筆 這趙薇簡直是冤枉死了 眼瞅這照片 趙薇鑽著拳頭好像生判著成龍拉著手似的 成龍是死氣白咧 非拽著小招不可呀 犯罪證據都讓攝影記者給活活拍下來了 趙薇表示 到了八倍的眉被壞龍抓著手腕子了 您說錯誤不錯誤 行了咱撂下零異版的分析說點正是八經的觀點 給第一種觀點 趙薇和他的資產大把銀子被同時鎖定的事件表明 黨真沒錢了 皇上開始隔娛樂圈的韭菜 證據有嗎 當然有啊 除了對時局的分析 還包括網上第一時間就流出來的一份 8月25號發布的 《關於排查清理劣跡藝人節目及內容通知的》 這麼一份通知 這通知就說 根據台領導要求各部門各單位 從今日起 對所有線上線下節目排查清理 涉及 霍尊 吳亦凡 鄭爽 趙薇 范明明等劣跡藝人的相關內容 您吵完沒有 這趙薇說到這已經被徹底板上叮叮 叮在這個問題藝人的黑名單上了 217號這天早上 中共網信辦的官網公開了這份通知 不過早在前一天26號 微博各大影視網站 就已經對這份通知裡邊提到的那些藝人 做了過濾刪除和清理工作了 而7號這天還有一件事 國家稅務總局在官網公布了對演員鄭爽的處罰決定 怎麼說 上海市稅務局第一警察局已經查明了鄭爽 19年的20年 為依法申報個人收入1.91億元 偷稅4500多萬 其他少繳稅款2600多萬 依法作出對鄭爽追繳稅款加收稚納金 並處罰款共計 2.99億元的處罰處理決定 好傢伙 您聽見沒有 拆領導就是3個億了 從這黨市的大開口的表現說 這一落圈哪只是幾個人的危險呀 人人自危 黨的鐮道正在一步步逼近 人人臉色都是韭菜綠 割到自己頭上 您說這還遠嗎 當然了民間有句話 餐飽不丁沒縫擊彈呀 藝人本身調沒問題呀 共產黨下手他也費點勁 問題是黨這養肥豬的過程 是故意給你開各種口子 留各種漏洞 就是為了讓你們這幫 胃口貪婪的人咬住鉤 這叫欲擒故縱 話說這趙薇最早被查的那樁 涉及30億元融資金融 51倍槓桿的收購案 您說那是一般人敢想 有機會能夠得著的嗎 這黨給膽大 胃口大的人流下了各種油水 足足的陷阱 就是為了將來有一天 釣那條大魚的 說到這就來第二種觀點了 趙薇因為自己特殊的商圈關係 跟馬雲長光了 在肉眼可見的是 很多人在狂曬趙薇和馬雲的合影 尤其是倆人同時做首飾那個合影 大外宣多維去年年底爆了一條新聞 題目是 趙薇以母親名義持股螞蟻市值5個億 馬雲的報復朋友圈 報導這麼說 趙薇一向只做大事 螞蟻集團上市總市值估值2.1萬億元 招股書顯示 趙薇以母親為其影的名義 成為雲峰基金的合夥人 持股實施達到5億元 說到這開始探到雷區了 阿波羅網有一個報導這麼說 過去一段時間發生了什麼一個小圈子進入習近平視線 原來 今年是2月15號的時候 《華爾街日報》披露一個消息 《華爾街日報》從一位消息人士那探聽到的消息是什麼呢 中共官方從去年開始叫停螞蟻集團上市計劃 除了對金融系統風險的擔憂 還有對馬雲批評言論的憤怒以外 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中央政府的一項調查發現 在持有螞蟻集團股權的投資工具背後 是一個由人脈廣泛的中共權貴組成小圈的 其中一些人跟那些 對習近平構成潛在挑戰的政治家族 他有關聯 比如說 當局調查發現 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 創辦的博裕資本 迂迴通過私募基金北京京管 持有螞蟻股份 還要這個前政政局常委賈晴琳的女婿李博潭 也通過控制的北京昭德投資 持有螞蟻股份 報導說 馬雲的好朋友也都以不同方式的投資工具 持有了螞蟻集團 而招股書顯示 趙薇用母親為其影的名義 成為雲峰接近的合夥人 持股市值確實達到了五個億 日經獲得了一個內部消息說 皇上習近平看到這份螞蟻秘密名單以後 簡直是氣炸了 趙薇就出現這個小圈裡邊 您說能不拿他開刀嗎 故事說到這還沒結束呢 不僅如此 趙薇還跟習近平的死對頭 曾慶紅家族打上戀戀了 16年12月8號 剛成立一個多月的龍蟻傳媒 宣布要收購萬家文化將近30%的股份 收購共需要資金30.6億元 龍蟻裡邊這個V呢 是趙薇 龍是趙薇的丈夫黃曉龍 所以全稱叫龍蟻傳媒 當時證監會發函要求趙薇 講明收購所需的巨額資金來源 趙薇隨後給了一個回覆說 自有資金是6000萬 向西藏銀蔽信資產管理員工資 借了15個億 趙薇個人信用擔保 向金融機構借款15億元 這就意味著什麼 趙薇只出資6000萬 借貸30個億 槓桿率與您做案超過多少 50倍呀 簡直就是一個空手討白狼 問題來了 財經專家披露 說這西藏銀蔽信是什麼 是明天系 蕭建華旗下的公司 黃有龍根據明天才訊的披露 他其實就是明天系的一枚棋子 問題來了 蕭建華是公認的 曾慶紅之子曾偉的一個白手套 前台操盤手 蕭建華案可是中南海頭號大案 槍口指的是背後黑手 就是曾慶紅 除了這個線索以外 趙薇還爆出了跟曾慶紅的弟弟 也就是娛樂圈大佬曾慶懷有瓜葛 阿波羅網發現 趙薇出事以後 一張趙薇的合影照片在網絡流傳出來 照片中 趙薇以罕見的姿態 雙臂緊搂著一個中老年男子 這位男子就是曾慶紅的弟弟 曾慶懷 曾慶懷是誰呀 那還得了 他哥曾慶紅2003年開始主持港澳工作 曾慶懷幕後操控中港澳3D娛樂圈很多年 是娛樂圈娛樂大亨鐵三角之一 曾慶懷多次策劃了中國的大型文藝晚會 是中國文藝界幕後的一個大佬 是演藝界爭相巴結的對象 趙薇這張抱住曾慶懷胳膊的照片 似乎把趙薇和曾家的關係說得特別的清楚 跟曾慶紅家族套進湖為什麼就危險了呢 就因為皇上習近平跟蛤蟆幫二號人物曾慶紅交惡 原因咱就甭說了 當初周永康薄熙來預謀篡位的時候 要用薄熙來替換習近平 被重慶公安局局長王立軍連夜奔赴美領館給曝光了 預謀政變的背後主謀江曾兩位老老虎 立馬就曝光出來 當初習近平就差一點就拿下江曾 因為十九大有一個連任的交易 把這機會給錯失了 以至於後來曾慶紅走族 逮住機會救教局 是逮住機會救教局 這慶豐帝掀鍋蓋的時候 想起這事兒都會生氣 所以說 趙薇跟鐵帽的王立帝秀親戚 您說這不倒霉催的嗎 說到這兒插播一條信息 趙薇被消失事件出爐以後 戴眼李承鵬寫了一篇文章 話說的確實比較糙 其實很多人也都是這麼想的 只是一般人不太敢說出來 29號李承鵬發文章一點沒客氣 他這麼說的 有家奴被家法懲戒 出於曾被家奴欺壓領辱的本能反應 大家歡呼兩聲 是人之常情 畢竟家奴平時對上 產媚對下凶殘歷歷在目 邏輯的基礎是什麼呀 前提必須真實 真實前提是 大清沒有法治 只有家法 人家是自家人 人家是鐮刀的一部分 從打他們加入鐮刀那一天起 就簽了生死協議 生是誰誰的人 死是誰誰的鬼 小韭菜們 你們炒過股嗎 知道他們怎麼沆瀣一切 玩死散戶了嗎 他們是鋒利鐮刀的一部分 娛樂明星一官宣入股了某某某 第二天就滿倉 然後人家清倉走人 圍留韭菜在風中 你為韭菜們呼籲過嗎 大眼還這麼說 中國影視界 娛樂界 都是權貴圈 毫無疑問 我堅決支持自由經濟 但你去支持馬爸爸 當真以為他玩的是自由經濟 這就尷尬了 一個師範大學的老師做的富可敵國 馬爸爸背後有那誰 要不要瞭解一下 還有那誰 要不要瞭解一下 他們都不是自由經濟 這經濟是白手套經濟 最後大眼喊了一句 再說一遍啊 其實你叫得醒一個裝睡的人 你一定叫不醒一個裝醒的人 李成鵬的話說的確實有點尖酸 但是被中共割韭菜割得渾身是血的人 是不是應該也想想 自己是不是因為貪婪 咬了中共的鉤 而出的事呢 沒人質疑一個黨 是一個絞肉機 內鬥機器 但是 遠離中共幫派不想沾好處的人 安全的機率會大大增加很多 攀附高官權貴 進行政商交易的人 已經給自己挖了一個大大的陷阱 危險到來是隨時隨地的 中共倒不一定 把自以為是大樹的韭菜放在眼裡 還真不一定是針對你們下的刀子 但是呢 您跟黨那幫派混一塊 不清不楚 那說不準 就被閘刀給燒在上 絞肉機捏閘刀那可真是不認人啊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沒有人配合共產黨的一盤散沙 會散的更快更徹底 正是因為各種想跟黨勾兌撈好處的人 才導致無數的人包括自己 也成了黨的幫兇 以及最終的受害者 哎呀說了半天還是那句話 出來混得還 無論幹的好事 還是壞事 好嘞 送人好茶 手有餘香 歡迎您訂閱分享 老北京茶館 下次節目再見